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是最新一集的 瓶蓋人搶先爆 我們在上一集有提到 12月初出了瓶蓋人 年底一定還有一波大的 果然被我們猜到了 年底要出的一共有兩款 第一個是 瓶蓋人抽包第四彈 第二個是瓶蓋聖劍居 年尾直接來了個戰鬥祭典 都是復刻戰鬥彈珠人系列 抽包的部分應該是對應龍年 我們先來看金色的這台 是聖龍居巨大瓶蓋版本 核心是用可樂王的巨大瓶蓋核心 搭配上原本聖龍居的裝甲 對於CP值來說還是不錯的 不用買可樂王就可以玩到巨大瓶蓋發射器 再來是藍色的瓶蓋蒼龍王居 這個彈珠人原型是來自戰鬥彈珠人的蒼龍王 但是注意看喔 其實它就是黑龍王的異色版本 另一台紅色的是瓶蓋紅龍王居 原型也是戰鬥彈珠人的紅龍王 也是黑龍王的異色版 不過頭上的腳還是有幫他做出來的 兩台的核心都是完美版本 這點還是讓人滿欣慰的啦 既然原型是戰鬥的這兩台 當然也有合體的梗出來 就是這個 瓶蓋超龍王居 老實說我剛看到有點笑出來 這個異色有道啦 但是整個就是黑龍王的組裝異色 所以就感覺誠意稍微差了點 那如果把超龍王的砲管跟彈珠給黑龍王 就可以組成全黑版本的黑龍王喔 再來另一款是瓶蓋聖劍居 上一次的神劍被罵到不行 這台聖劍給人感覺好一點 但是頭部的腳居然是用貼紙補色 馬上又扣分了一些 除了頭以外的零件也都是黑龍王異色 我們這兩張圖對比一下 你覺得這兩顆頭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呢 只能說原廠開發黑龍王真的是顆搖錢樹 除了黑龍王居本體以外 還能夠變成鳳凰居還有聖劍居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價格與發售日期 兩款都是2000日幣 也都是12月27日發售喔 年尾的戰鬥祭典 不曉得大家看了感覺如何 相信如果是戰鬥迷應該很開心 但非戰鬥迷不妨也速度看感受吧 以上就是本期的內容 喜歡請幫我點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